这里是5点的快报60秒 你好我是梁全 政府将为自由创意工作者在内的广大创新领域业者提供更多的资源 培训计划和咨询服务 提高他们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努力 政府领议在加冷兴建的运动科学和医药中心 将拥有尖端的实验室和设备 并开放给所有国家选手使用 希望能提高他们的竞争优势 大宗订单诈骗案在本地卷土重来 今年4月至今警方已接到400多起类似报案 来自装修、餐饮、零售和服务业的受害商家 累计损失至少680万年 台湾前桃园市长郑文燦因涉嫌贪污被起诉 检方要求重判他监禁12年 以上就是5点的快报6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